好,老师您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是等那个两点开始,那我们先等老师们全部进来,因为目前的报名人数还蛮踊跃的,那有些老师还在就是加入中,那目前的画面跟声音都可以吗?可以,可以,这边都听得到,非常的清楚,好,那我先准备一下,那老师们等一下,因为形成宇宙无敌事件感,平常我可以讲两三个小时,现在讲一个小时,怕大家太累,所以, 等一下我会就是,我会火速的,1.5倍速的把它讲完,那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可以等到三点之后,大家都下线,可以问我,然后或者是说,等一下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Q&A时间,之后再举手问,我们先感受一下,那我们就等两点之后进行开场,那请老师可以先休息一下下,那那个,呃,我们的主持人,如果说等一下有听过声音没有听到,就帮我按个那个小手手,因为, 你按手我比较听得到,OK,OK,我们到时候,可能时间上,上下半场也会按举手通知您,好,那请老师先休息一下,好的, 谢谢老师这么百忙之中,我还叫数学科老师,我快吓死了,等一下的话就是,请大家要认真回答,然后最后我会送出每一场比赛的赢家,会送给大家一个很棒的礼物,大家一起做公益哦,好,那大家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台州家商,音音科主任雪莉老师,我们在等老师的同时先跟大家说,等一下我们有非常紧凑的三个活动,然后呢,希望让大家感受一下数位教学的魅力,所以等一下希望大家要跟着我一起来实作,因为运一来的老师在这补课日,这么悲伤还要来,所以我准备了礼物在这里,要诱惑大家在这里,所以我才会开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 而且你外面买不到,听说现在也缺货,要卖到美国去了,你等一下再说,那这个的话是帮我们来做一个公益,好,我也是赞助的 那很期待大家,那等一下我会请大家,比如说按个,如果大家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有一台笔电,然后可以上网,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互动,来做一个学生端的游戏的话,我觉得跟双语教学也很有关系,就是你也可以拿这些类似的样子来做,你就可以帮我按个烟火 听说好多颗烟火就会变成一颗大的,让我们先来,你喜欢爱心也可以,你喜欢什么图案都可以 谢谢肥蝶蝶来了,好可怕,好,那我会的东西可能有些老师都会了,没有关系,我们就互相来学习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最后的话给我点鼓励这样子,就是说有什么新的分享都可以,因为我今天的目标不是要针对那个厉害的像肥蝶蝠老师这么厉害的 其实我的目标是要打破同温层,要让那些很害怕用电脑载具的老师,您只要放下焦虑的那个所谓的affective filter 然后降下那个过滤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强的防卫机转,您只要用下课的五分钟,十分钟,让学生来玩一下,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这样就可以了,好吗?好的 好,那老师我们就差不多要进行开场了哦 欢迎各位老师参加今天的线上数位研习 本次研习邀请台中加上应用英语科主任李伟玲老师 介绍东大街版本全新的数位资源,数位教学特派车 那么老师呢,其实也是本次特派车的作者之一哦 在活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数位教学特派车是什么 数位教学特派车是由几位前线老师所编写 里面的内容主要结合课文、暖身、单字、文法、搭配数位工具的教案网站 主要希望可以借由各式的数位工具应用,引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打造欢乐活泼的课堂内容 老师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数位工具呢,弹性用到自己喜欢的课室内 再来简单说明一下活动流程 首先呢,此活动是不用签到的 中间跟结束之前,会在聊天室贴上活客与表单连结 再来麻烦各位老师们填写 活动会先以第二测的第一课为范例做讲解哦 接下来会讲解第六测的第四课 中间会有五分钟的QA时间 之后会讲解第四测的第六课 最后还会有五分钟的QA时间 期间呢,老师没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打在留言区 QA时间时,老师会再做回答 如果来不及回答的问题呢 如活动后有时间,老师会再做回复 整集过程中也请现场的观众老师们 帮我们注意聊天室所发布的文字内容 都会是跟各课次相关的说明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位老师 好的,谢谢我们非常帅气 好听的声音的主持人 现在我先回到我自己的页面 好,来,诶,哪里呢 为了这个我还临时做一个小简报 来,请大家现在看一下 我就是讲者,我是台中加上应科主任 那我也是Google Certified Trainer 那这里的话是小的不才的履历 那这不重要 因为学生不会因为你这些丰功伪业而爱上你 他会因为你的热情跟你的真心 跟你的陪伴才会爱上你 所以我们来看看 对我来说,只要是好用的工具都是好的哦 那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教学烦恼 其实啊,我们的老师非常的压力非常大 尤其是英文老师 在我们学校只要是国际教育 全英语授课 双语教学 还有任何只要跟英文有关的比赛 什么都是学历老师要负责的 好,所以呢 而且我自己觉得上课啊 我就是催眠大师 当我一直讲备课讲很多的时候 快追学历是没有用的 他们还是倒成一片 我只能走到他身边 请他强迫回答 或者帮他抓一下让他醒一下 那再来的话是现在有数位精进计划 那我很担心各位的载具 是不是会变成仓库中的一些灰尘的东西 那生生用品板要怎么落实在教学 老师我们怎么会试学呢 老师我们真的很忙 我要忙着费特 我哪有时间在做什么 Google Certified Trainer的训练 然后呢 我觉得数位活动太浪费时间了 光上网的话 连很厉害的国文老师就跟我说 他不喜欢数位活动 因为光让学生拿到载具 在上网就已经过了15分钟 那我想说这个都是症痛情 我们都碰过 我们都比你还早 大概一两年都碰过 那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从 Let's start smooth 我们从小的地方开始哦 好的 没关系 所以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三个 我的最爱 第一个是Educate Play 等一下我们在B2 YouTube 会U1 我们一起来玩 好 那记得一定要认真的当学生哦 再来的话是因为光说不练是不愧的 第二个是我最近的新欢 我超级爱PeerDeck 跟Canva AI Canva最近又多了很多新的功能 那他用来干嘛呢 在对付我们第六车高三下 学生都不想听的时候 你要怎么让他回魂自己去主动学习 那我先跟大家说 这些都不是我想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把你 我分享的再传给大家 我们就是实践者 有点像孟恩是不是有实践家 那我觉得我就是中午老师 跟我们Google挂的 那个凯虹老师叫我Educate Play 还有我们的社群的同学的老师 后面两个都是中午老师教我的哦 好来 那下面一对话 是我个人最爱的Flippity 因为他太好玩了 他非常适合在断考前一节课 不要再考大黄小黄了 我们来把他们的错题痛点 全部整理成25题的美国机器问答大赛 当你看到学生眼睛都亮了起来 你就觉得你考前备课就值得了吗 那先跟大家说 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 因为我没有上季高或高中英文 我都是上独门科目 所以我非常羡慕各位老师 如果您是用的是我们一般的高中英文或者是极高英文 各大出版社都帮您设计好数位教材 您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just use it just do it 问题是我们老师都不知道怎么用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现在请到了我的好伙伴 我们inspiring的一些老师帮您设计了这么多的活动 那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 莫急莫怕莫慌张 如果老师我这么传统 我真的很糟吗 不会的 good teaching is good teaching with without technology 不管你有没有用数位科技 其实你只要认真的传达 你要教授的内容 你有爱心 不要霸凌 不要骂他垃圾 也不要让他走上轻生的路 他知道我们的真心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因为大学如果一直讲简报 你不觉得老师你会不会觉得说 他们你们都睡着了 并没有说用简报就比较好 那用传统的版书 当老师在写的时候 学生跟着写 其实也是不错的 我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好 只是我想要找到一个身心灵的平衡 如果说科技可以让我教书比较轻松 我不用跟他留到晚上10点 我会选择比较快乐的道路 所以想跟大家推荐这一个 这样子 所以记得这句话 用技术会使用你的教育会比较轻松 好 这句话是来自我们Sophie的名人 再来他还说一句话 现学现卖印象深刻 所以麻烦大家我们今天打个勾勾 今天你学到的时候 请你回去就用在你的教学中 刚好在断考之后 下一节课就可以用哦 我保证你一定很开心 OK Now let's start 这个就是我的孩子在做所谓的Quest Show的话 本来要死不活的突然开始比赛了 眼睛都亮了 这上课都在鬼混的男生 现在已经休学了 在二年级的时候突然很认真在思考 所以这个就是GAME的魔力 再来呢考前的一节课 他们也是要死不活的 当我用Quest Show的时候 他们也都行了 这是不同的班 所以想跟大家说 他毕竟是有他的魅力的哦 好来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实作 请大家现在跟着我来看一下 等一下我会给连结 因为可能你们没有开中三名的账号 包括数学老师可能没有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假设我们是都没有开中账号 我开无痕给大家 好的 那这里的话请你呢 就来输入三名教学云 我现在是拿这个来demo 不过各位老师 你跟我一样是苦命的英文老师的话 独门科目 就照这个方法自己来做也是可以的 好来 那我们进来的话 就三名教学云嘛 你就进来这个三名东大的图书的这里 你看 这里的话就有所谓的教学霸 像我啊 我自己常常去代课 那我会自己点入这个地方 我把它放大 我会直接点这个教学云 全部配套都在里面 然后呢 东大最厉害的就是线上测验 非常的稳 非常的厉害 我都偷偷拿它来应用这个 来出在我自己技高的那个单次智慧批 这两个都非常棒哦 大家可以试验一下 如果你觉得你是所谓的传统教学的老师 不用担心 他连简报档跟电子书都帮你做 不好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太开心了 我根本可以当个很老的素贵化科技的老师啊 偏偏我没有教到英文 很悲伤 真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那个教学云的课文 PDI往下载用CAMI打开 然后就边讲边写 所以每次代课的话 就算线上课我都不害怕 实体课线上课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那现在不讲这个哦 我们来讲的是这个 来大家往下 老师怎么没有出现这个数位特派车在哪里 是的 有些东西新的请你按这个 身份登入你是老师 你要用Google帐号 然后这里的Google帐号的话 我就 就是你自己的 那以后老师我怎么用我的帐号没办法进去 请你抢三民书局的业务 他会帮你开通哦 你看就出现李伟玲老师了 这个的话可能要跟业务来联络 那你看出现一个什么东西 数位特派车 那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个 来大家请注意哦 这个数位特派车并不是那个 就是 这些设计的老师 就是我们一线的老师 他们最接地气 最了解我们的烦恼跟痛点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技高英文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普高 我们来进入这个技高A版线 你不觉得这个很棒吗 这个网站根本就协作平台 欢迎大家上一下Google的研习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 登登 我上礼拜才听了胖 啊对不起 FedFedFed教我们 Couple of Explorers 我们两年前就有在用了 非常好玩 然后教授们是不是线上的测验软体 可以五指化 那我今天要教的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哦 我们来看这里 我们今天要示范的是 U2 B2 U1 就在我们这一次断考的话 就可以来一下 请大家就来看一下 好 那这里话有详细的说明 我们就直接点来这个地方 好 这里 我都已经建立好游戏的连结了哦 各位老师 这个题目是我取的 数位游戏化 为什么三分钟能上走 只要会玩 知道入境在哪里 你点下去就可以玩了 那你要等我一下 我今天要让他玩的并不是当作业 我平常的话是用作业的模式 我想让大家玩这一个 因为季高的统测会考句子重组 所以请大家现在呢 我来等我一下哦 我们要的巨型叫 It is 形容词 Forent2B的巨型 请大家预备开始 好 我看一下 Accept 好 那这里的话呢 请容我来登录一下 你看 就是你看 如果说你要让学生玩的话 就可以这样子 你等我一下 因为我想让大家全部一起来玩一下 你如果点那个连结的话 我会请学生怎么样 你知道吗 就直接截图上传 上传到他的Google Classroom 而且要在比如说20秒内完成我的5句话 才能够达到目标拿到100分 所以他们透过这样子比赛化的游戏 让他们能够所谓的反顾的练习 好 我想要看一下 吓死我了 这是我自己的后台 我们有试试示范的时候 来我们看这个 东大的巨型重组变化 来 那如果你是后台的老师的话呢 你都可以自己把他就是来 像刚才的话有个连结给学生就可以了 那这里有一个关键要注意的地方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就可以直接copy给学生 丢到你的classroom 当做截图上传的回家反顾作业 那我觉得我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 你的前台准备只要10分钟 上课前10分钟做就做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感受他的魅力哦 你等我一下 我要创造挑战 CREATE CHALLENGE 准备被开始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怎么办呢 这里就有所谓的连结 等我一下哦 应该是吧 好 那大家怎么办呢 你等一下的话 出现这个连结的话 请你 我等一下会开另外一个分页给大家看 你就按开始哦 只有5句话 就是我们上完巨型之后 马上丢连结 下课10分钟 让他马上精熟练习即可 好 来 我丢到我们的视讯画面中 试试看 哦 好 这里哦 你看你进来之后 你的画面像我这样 有没有哦 你要进入输一个PIN码 那你等我一下 因为我刚才看无痕 登登登登登登 这个这个 GAMPIN 这个这个 来大家看一下PIN在哪里 072283 072283 请大家现在帮我登录 请你点选讯息串的连结 这个完全就是即时回馈软体 就像是我们的卡托 就像是我们的卡托 确实 还有我的我车一样哦 好来 我要取钱之名哦 第一名的同学可以得到非常特别的礼物 Let's get ready Are you done 如果你没有的老师不用担心 数学科老师不用担心 Let's play together 我们就一起来玩一下 你就知道了 OK So let's see 大家一起哦 等一下会最后选出的答案 你们进来的学生画面要自己许个名字 好 那我就开始哦 我跟你一起 让我慢一点 你们动作快要比我快哦 才可以得到礼物 好 老师 It is 使用词 for and to be 那谁才格呢 使用词在哪里 使用词在哪里 哦 这里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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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慘了 好紧张 只有30 20秒而已 哇 我太慢了 就这样 啊 错了 你看 学生就很紧张 因为这是他们上课才学过的题目哦 Ordina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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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 惨了 我自己都很紧张 好紧张 Each others Age When People Persmate It is Persmate 请你开个分页自己玩一下哦 感受一下 如果说你不会的话 没关系 你看着我玩 我每次玩都很紧张 因为我都会忘记 这个是我们上课才上过 完全是东大阪的课文 好可怕 好可怕 耶耶耶 又一秒钟 所以学生程度不好的话 你可以把秒数调长一点 我这个是制式的 我学生程度比较好的话 是20秒 好紧张 很紧张 It is nice to for 人 for 人 to 怎样 这是课文的句子 to buy 啊完了完了好 这样子 没关系 我当错误的示范 it is come on to find tea shops in Taiwan 像我们最有台湾奶茶 好紧张 好那我是非常坏心的 我就是要让他们把这张截图 就是说他们分数几分 好然后这样子 天呐 想到我随便玩我是第一名耶 好没有办法 因为各位老师你们评试 我不是第一名 这个Shirley是我古代的吗 好 然后这里Shirley Lee是我 好来 这里这个Shirley是你们吗 是哪一位老师还是我 对不起我忘记了 因为我之前有先试玩一下 哪个雪莉老师有吗 有的话帮我按个小手手 好那H老师是谁 哦辛柔 我们给辛柔老师掌声 等一下麻烦你哦 你可以写email给我 DOT24这个好 等我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 就是在我的脸书 然后呢 我会送你一个礼物 很重要 外面买不到 谢谢辛柔老师 然后再的话是H老师是谁 H老师 是谁 洪胜老师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the second You won the second prize Good job OK 那这里的话 我这一节节课 先不要介绍这个活动 这个非常简单 后台只要10分钟 就马上做完了 我们的秀文 这有什么问题 秀文老师这样用来做台语的教学 我现在就早起来 学英文 他也可以让学生做台语的句子的同主文 所以如果是文科的话 其实都可以做这种句子重组 那H可不是只有这样 他有非常多的模式 青蛙跳跳之类的 欢迎大家自己来研究哦 好 志英老师有问题吗 没有 我要赶时间的开火车 来 那我们现在完成的第二个活动 有没有 大家先来看一下这里 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我的最爱 我最期待是第三个 你们一定要配合我 好来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 我跟你说 你不用记得 你只要记得这个网站 然后记得那个什么数位特派车 点击来都不用备课 因为我们神人的 都挂的老师 跟我的同温层老师 中工 还有我们的花莲高商熊商 我们季高老师帮你做好了 现在一线老师最爱的数位软体 我们来到第四测第六课 预备开始 那你打开来干嘛呢 这里当然有所谓的指引 好 对不起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们要先讲的是第六测第四课 等我一下 这个 好 那到了第六测第四课 是不是career pass 也就是所谓的 between slashes 斜杠人生 那这时候学生已经不想上课了 怎么办 好 来这里我先跳过去 请同学啊 就直接点入这个本课的简报模板 来点进去就好了 我都帮你做好了 那你呢 直接按这个使用范本 麻烦我们的小编帮我来 直接贴上去给他们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太知道权限 好 你就按使用范本 我直接秀给你看 好 那再来的话 是等你一上课要干嘛 我们做数位的话 一定要准时 甚至要提前 因为我每次去每一个学校 都数位教学的融入 我跟你说 每天教室都不一样 我就要准备我那神奇的这个 等我一下 因为我现在在我最熟悉的 台中下方的微教室2 欢迎大家来玩 我都一定要准备这个东西 也就是万用的转接头 这样子我在各地才能够活得下去 你就要做好设备的安装 那我们爱 数位特拍车就是这种 人家都帮你做好了 不过这件事情 你要先做好哦 这里的话 你要在你的所谓的 Google Slide 要安装所谓的Add-on 也就是我们现在最火红的 Pair Deck Pair Deck 请你要先安装好 怎么安装 在这里 你直接按取得外挂程式就好咯 这么眼前的 我们只有收一点点的讲师费 可是我真的好爱这些东西哦 因为你让学生眼睛亮起来就好 你看看我安装了 好就这样安装就好了哦 事前准备要先做好 你只要这样怎么做 这一个 你就看安装好就在下面 直接按Open就好了 那这个一年要三千多块 本人可是一直投资 我就自己刷下去刷卡下去了 那没有怎么办 中文老师送我们模板的哦 你就直接用它的来改自己的课都可以 你只要做什么事 我们要准备备哦 要开始了 那在准备开始之前呢 因为各位老师可能没有上过这个课文 等我一下 我帮你下载好课文了 我们要念一下哦 好来 那我要假装我们是那个学生 我真的很怕三点讲不完 很抱歉 这讲话速度很快快 你看题外话 为什么我喜欢Chromebook 因为Chromebook的话 Ziv直接打开 然后你看PDF还可以直接画记 好爱哦 等我一下 然后你看触控的哦 用你的手指头给它放大放大再放大 耶 所以就很方便 超级爱这种东西的 那下午我要干嘛 等我一下 我们要复习一下单字 等下你们要负责打单字哦 Hi everyone We have just finished the vocabulary in unit 6 And now repeat the new word after me We are going to have the test OK Ready shoot slash discipline 我停顿时间就是你们要念的时间 你就在线下自己念哦 Intense Tutor OK So After you graduate from our vocational high school You are a college student You may work as a tutor As a tutor Remember OK 所以你看这里啊 你的那个Chromebook 还可以当所谓的画记版 还可以随时画记 超级爱Chromebook Next one Instructor Repeat it to me Instructor OK It may be your coach Remember the n In the end of the spelling It is o r Not e r OK Don't forget that Multiple Multiple Yes Multiple choice 选择题 Multiple intelligence 是什么 多元字呢 Excellent Adam You are right Next one Specific Promotion Innovation Potential Flexible Diverse Perspective 记得要接受哪个字来 大家再复习 So B考题 Perspective Excellent Temporary 记得 当你会Temporary 你就会什么 去Y加ILY 就变成ADV 所以所谓的Prefix跟Sophie 大家只要懂一些简单的 你就可以有所有的 所有的Ford family 当我在讲解的时候 我会顺便捕捉一些B考的 让大家印象 Do you remember the movie Transformers 眼情金刚 Yes So we know this word The movie comes from this word Called transform OK Remember the preposition It is into Transform A into B Repeat after Shirley Good job OK Let's continue Trans We have the SWAT analysis Qualify Possess And possession OK It's been We are done with our Repetition Our vocabulary Instruction Now it's your showtime 你們的比赛时间到了喔 來 那请大家现在来跟着雪莉老师 一起进行这个比赛 好 來等我一下 我会把比赛的连结丢到我们的视讯窗 那如果是你们是在实体课的话怎么办 So easy 我全都知道 我叫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知道一定要什么game pin来了 OK Get ready OK Here Here is a Ping of our game OK So I will just give you the link 那这里的话我会多管齐一下 因为有些猪头上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会直接在 classroom给他讯息 算给他连结 Or If you cannot successfully get connected to You just enter the joinpd joinpd.com And then Just enter the game pin Then It will also do You can also be the contestant 那各位老师 如果你的学生是比较那种所谓的 low achiever 我真的很爱这个比赛 因为我上次在上绿均老师的课的时候 不小心没有就是上厕所再回来 然后就填一个 然后就答错了 然后就是我们会在一个安心的背后 然后回答问题 然后尽量的回答 可是我们不会被人家知道是谁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安全的绿网 在这个网速世界中 如果你在现实世界中 我告诉你 学生们其实不太想回答 因为你如果举手的话 那个爱线鬼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所谓的teacher's pet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认真回答就好了 所以我们等下自由自在喔 Ready go OK We're going to guess what this picture means Let's see Go OK Take a look at this picture And Take a look at your textbook Try to find the example sentences That face matches this picture And write down your word 所以假设呢 这是老师的画面喔 OK I will wait for your response 我们直接会是三题而已 那你要记得 这个的话 数位教学就可以结合全英文授课 你有没有发现我的direction 全部都是英文 你相信我 我讲很快 我的学生都很适应 因为这是常见的 所谓的classroom english 所以全英文授课没有很难 你就像耳美一样 常常听他就会了 好 来 那你如果是学生的话呢 等我一下 我的ping在哪里 那有学生的话 如果断线也不用担心 好 我先把关掉 这里 Z-C-R-I-X-G 等我一下 Z-C-R-I-X-G 就是我同时 秀老师跟学生画面 给大家看一下 好 今天心情不太好 要补班 心情很赛这样子 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心情好一点喔 蛤 我不知道耶 我知道这个单身是beaver OK Let's see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咯 我先固定一下 如果常常不想把它关掉 OK Let's show the answer OK Lake It means that you didn't read our text 你没有在读我们的课文 这位同学还不行喔 一定是Lily姐之类的 Utter 好 那在relaxing R-Float Beaver 跟我一样 这是我写的吧 Beaver Utter 目前没有人答对 怎么办 好我等下可以暗示 该不会这个是我的安装 没有啦 欸我跟你说我对技高学生没有那么残忍 就是北一女中的学生可以叫她直接找出整句话 那我们的话呢只是技高学生 所以我觉得学生应该没有心情打那么多字 而且他们应答也不太行 我们学校也 我们学生有念应答 大部分是不会的 我会叫他们只要写那个字就好了 就是这个例句是搭配那一个例句中 是要教我们本课哪一个单字 so the correct answer is is specific congratulations you got one point ok 那我们按个小手说 来鼓励一下 按个什么小爱心 鼓励一下这个神人 大概只有他知道我在干嘛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叫做进行试习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ok let's see Next one go 很难吧 你在干嘛 就是要逼学生看课本 我等下带你们看课本 太快了 wow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second picture there was a badminton player and it seems that he looking at his eyes he's very attentive he aim for the badminton ball what does he represent can you find any example sentence that best suits the picture 好 那我知道你们跟我一样没有课本 我们来看一下课本在哪里 等我一下我好忙 课本课本课本 英文第六册第四课在这里 你去找课文哦 课文在哪里 要再看一次 课文到底哪一刻 有哪个句子 有提到bamington bamington 有人在举手是怎样 三明东大 那我一下 我们玩两题就好了 好 那你看一下这边 刚才有没有 specific就在这里 beaver 那你找一下课文哪里有提到这个字 请大家我现在给你暗示哦 答案就在这里 同学们看到了课文 他自己去找答案 所以应该你会知道答案是哪一个字呢 请大家现在帮我打出来 OK ready let's see 好 其他有30个人还在睡 还在忙哦 好来 26个27个 OK we have to type the advanced words of this lesson the vocabulary that you should learn not the tennis player sorry no the answer is potential good job not champion not athlet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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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ential repeat up to me potential 最多过这样的复习的话 你会发现学生自然而背起来了 potential potential 潜力的 这个叫做优等分 请加2分 谢谢大家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这样子在如法炮制 大家看谁的分数最多 就可以加分 那我们现在的话到最后一页 OK since we have finished all the matron game ok then it's your show time please draw a picture that can represent the example symbols of this lesson go 所以现在的话你就留两题的时间空白时间 让他们自己来画看着例句来画图 学生们喜欢乱钩乱画给他们自我发挥 那各位同学等一下我们就来把这些题目 来当作我们的考题咯 我来秀给你看 请你第一个讲出来 这个是代表什么的 你一样可以得到 bonus point 加分题 这样可以吗 好的 好32分了 我们差不多了 那我们看一看答案了吗 我们看一下 你随便乱话没有关系 因为你们现在没有课本 这也太难了吧 这个是河流 i feel so sad don't be sad 你要记得 与你分享的快乐 生活肚子拥有 揭露年龄中 记得要跟人家分享哦 谢谢 你在说你自己吗 好 来这里的话就是一个所谓的自我发挥空间 非常大家跟我一样 no wonder 还没有看到被美术耽误的英文老师 我们都是不太会画图 没有关系 just give it a try 你给大家笑意要很开心啊 ok shoot that's the end 所以这一题的话就是我们的Part 2 Pair Deck 超级好玩 那这里的话我想跟大家说一个东西哦 欸雪莉老师 你怎么会用到那个图片的 好 来这里哦 再给我三分钟就好了 大家现在一定要认真玩Canva AI 在这里 第六册第四课这里 我已经手把手告诉你要怎么用了 问题是你的事前准备 为什么能够伸出这张照片 我只讲这一个哦 好 请你呢 就是出入 因为我最近又发现有些什么A点神奇的魔法棒 好好玩 你只要能够Canva的话是教育者 你就可以用三千块 升级版的教育版都不用花钱 那我现在只示范这个句子给大家 我最近要玩的是CHAT GPT 来产生的课文的Summary 然后再用音档是下一课要做的事情 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现在的话你只需要找到一个海报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把那个刚刚那个句子哦 请你看一下找到海报之后 请你找到应用程式 这里就个神奇的我放大 Test to Image 请同学帮我来看一下 我就这样子来 先来坐在我的Pair Deck 之后就是叫学生 用这个自己造句 再产生图片 再录音 就会来一直虐待他们 训练他们的多元 听说读写能力 老师只需要在旁边绕来绕去 我们就很轻松 因为你给他一个任务 让他们去实作 总比你像我现在一直Lecture 你们会睡着一样 所以我举个例子哦 比如说 等我一下 你看 为什么用平板 这个就是原因 因为你用平板可以随时放大 学生们都会醒了 好来 A healthy omen is exercising on the roof 随便就是你有本课的例句 然后来造一个句子哦 这样子 好来 那我们往下 这的话就按一个建立影像 所以呢 他就可以把一个句子 就可以产生一个影像 这是最简单的 不用学咒语的 不用像Medraining 这么的困难 所以你看 这个不太像嘛 就算了 没关系 因为他简单 你就可以让他怎样 造一个句子再贴在这边 所以我就把这个句子贴在 中文老师给我们的简报范本 就好了 你就可以完成配合在你的运作 就这么的简单 所以推荐给大家 都可以在你的各课中时用哦 好的 现在的话已经超时了 我们现在的话 35分 给大家3分钟 休息喘息一下 我们要预备到下一个活动 有问题的话可以提问 我们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谢谢大家 那你一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没有关系 请你到我的那个指示的页面 还有李伟玲的YouTube频道也有 谢谢 好 那现在是5分钟的QA时间 请老师呢 先根据刚刚有出现的一些问题做回答 剩下的部分呢 如果演习后有时间呢 老师会再做一一的说明哦 那刚刚在那个2点20分的时候 有位老师问说 就是第一个游戏 它是只能一个字为单位的切断吗 还是可以分为2到3个字做切断呢 我是用字的耶 应该是 所以它是一个字的 就是你打好一个句子之后 他会把自己帮你变成一块块块块来切断的 这样子 所以他会自己帮你排成一个重组的句型 好的 谢谢老师 那其实呢 等一下我可以示范 等一下3点后我可以示范 好 那这边再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每一课的那个特派车 其实呢 都有请该课的做的老师们 在里面呢 有萤幕影的连结 所以您可以观看影片去做收看 就是怎么样的活动步骤 以及什么带领学生 我们都有帮您录好咯 在这里 在这里 声音虽然很难听 不过大家还可以这样就看 而且很短哦 好 而且这个啊超级简单的 大概只要2分钟 对我来说大概3分钟做完了 很适合那种考前 有没有 就上课前怕他们睡着了 就可以临时做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游戏 然后这个的话 在我们的Fliberty 自己的Manipulated 一样的功能 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他还有很多 像方君老师 台中二中的方君老师 会做的是什么 就两种东西来给他配对组合 所以我提供您两种模式 非常简单 好的 还有吗 不好意思我有点忙碌 没办法看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在做那个Canva 有没有 你看这个Google Doc 可是可以做所谓的共编 所以我把单字列出来之后 他们就要开始造句 完全在上课的30分到20分内 就完成了 本人在干嘛 我就快乐的走来走去啊 然后看他们有没有认真做 然后专注的眼神 因为他们没有做的话 他们作业就零分 我的话主要是看作业 等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学长 我们学生的作业 就是集结作业 然后再写心得 然后这有他们的恩党 很赞 跟他打推 你看做完造句完之后 自己贴上他们的图片 所以学生们透过这样的操作 是不是对单字的印象就深刻了呢 不好意思 刚有一位发问说 那个Pair Deck 老师们可以看到谁回答 什么问题吗 如何替答对的学生们加分呢 我跟你说 Pair Deck的最大好处 就是我刚刚说的 可以降低你的Affective Filter 如果说你一定要能够知道 什么加分 可能要别的软体 因为iPad的Single 有说一句话 APP 就像你挑anada一样 另外一半 你不可能挑到一个100分的anada 你就是要看到优点跟缺点 一个优点 一个就是 一个 一个就是 其实我喜欢Pair Deck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是谁写的 你要知道别人写的 可能要挑别的软体 我要再想一想 比如说你用表单 就可以了 就知道谁写的 或者是测验 可是我喜欢 就是因为我怕我答错 会被散笑 会被骂 所以我喜欢乱写乱话 那我他们的话 对于自己有答对 基本上啊 我说自己分出最高的 你举手 他们会自己算他们的分数 然后对我来说 他这是一个暖身活动 我们没有当所谓的总结性评量 不要这样子 就是给他们认真的活动 赢的人 等一下就有礼物 这样子 好 谢谢老师 目前的话 老师应该可以进行到第二阶段了 好快快快 来各位老师 我们来进行到第四课的第六课的样子 这个吗 对不对 好这是我最期待的哦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在网络上 291次转发 那这里的话 我就跟你说了 我已经帮你做好了 这个大概花了我一两个小时的青春 因为你要懂这一课的单字啊 还有那个什么 巨型文法 然后我们直接来玩好吗 Hey After we have finished this lesson Now it's time for us to have the competition to see if you have memorized all the key points that Shirley told you Ok let's see I will devote you into six teams eight teams 最多可以分八对 所以麻烦同学等一下自己组成哪一队 你就是说自己是哪一队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你就是 比如说 肥蝙蝠老师是第一队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第二队 你们就自己说你是哪一队 我们来试试看 Ok You don't have to be very smart Sometimes you can make mistakes so that we can know how it works out Ok 那这里的话全部都课文的哦 好来 那请大家等一下帮我选Creativity 我这个太有创意了 我觉得很棒 Ok Here comes our rule First I will ask you a question If you know the answer Just turn on your microphone and tell us the answer You have got the right to choose one question to answer 好同学记得哦 等一下的话我学了的时候随便问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你可以答对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答题权 那等一下我们整组的话 你答过了下一个不会回答哦 一定要整组要一起讲完的时候 才会快就对了 好来 OK Ready go Question 1 What is the capital of Norway? Shoot Tell me norway 士士的各尔摩 Norway的首都 是吧 是吗 士士的各尔摩 赵博士 那是瑞典吧 瑞典 我也不知道 有一人答对了 我已经看到了 不好意思 我已经看到了奥斯路 Also 我以前国中之地 想要当地理老师 我都背着所有的首都 acrossannoyle соб 阿尼森老师,现在你会选择一个问题,你只告诉我300点课,然后我会给你提供的问题。 好,来看,准备吧,整部组的同学,记得,10文字重要。 重要的是团队默契哦,其他同学你要帮助你的主人来回答,来请告诉我。 阿尼森老师,你如果没有办法开麦克风,你可以直接用打字的,或者是你直接用开麦克风告诉我,你要选哪一题好吗? 好,Grammar 1,你们太保守了。 Tressie could understand how her mother fell. Konga, she became a mother herself. What is the conjunction in this sentence? Good! 梓妮跟那个Alison都答对了,你们是同队的,同队才可以回答哦,Jack D也太强了,好,来。 Good job! Let's see. You got 100 points. Now, let's move on. Continue. Team 1, you have the right to answer, choose another question. Go! 听完还是你们? 那如果你答对的话,你有两题的连答题,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就要再重新抢答哦,Go! 因为我们以前发生有同学是学霸解太厉害,她一个人扫空全部题目太不好玩了,所以我会让他们连答两题而已,Go! Alison vocabulary 8,是什么? 我们只有一百分,两百分,三百分,四百分,五百分,好吗? 好,假设五好了, vocabulary 5. OK,Let's see. Many people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什么? Fan of money. OK,Just tell me the correct answer. 很多人,他们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而是怎样? 本课遍语,请回答。 OK,We only have the time,10 second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Ready? And now. Amazing!You have a very talented student in your team. Jack Lee,Congratulations!You are so amazing! The answer is impossible.Good job! So,Wow! Team 1 has got 600 points. 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时间不够,你们可以帮我回答一下我的创意题吗? 因为1到5题其实就很震惊,就是我们课文的大房券、小房券、测验券, 你们可不可以等一下帮我选一下Creativity,好吗? OK,那我们再问下一题喔! 请你告诉我,在台湾的话,我们最近最常用的载具,随便两种,请回答。 所以精英计划,我要求我们要买载具,请问是哪些载具?随便两种,Go! 好! 随便! 好! 可是你们要讲两个啊,好吧! 那就随便好了! 来,随便请告诉我们! Choose one! OK,Congratulations! Team 2,You have got the righ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ell me which question you will pick. Let's go! iPad Chromebook,谢谢! 好可怜,没有人要理他。 什么都好,其实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善用它,都是好的载具。 什么课本都一样,重要是你要怎么样去把它消化,变成好的菜肴。 不好意思,宜萱,请告诉我们要选哪一题? Preativity? Preativity的300分的那个。 Let's see,Let's see. How long do the males in Taiwan do the military service now? 因为本课我们叫做Military Service,所以我一直考着这个。 5,4,3,2,1. Oops! 宜萱,You are too late. Now,we have another volunteer. 谁可以帮我回答?快! Grace,Grace,Grace就抢答成功了哦。 所以这一话第二组就会怎样被扣分,就按。 那再来,Grace告诉我,太慢也不行哦。Grace,快! 5,4,3,2,1,请回答。Grace也没有回答。 好,来,谁会回答?我好累哦。 你们,快! Jack Lee,Jack Lee,好,第一组。 太不好玩了,Jack Lee又第一组。 答案是4个月,因为他是男生,他知道。 Yes, the answer is 4 months. OK,Let's see. 好,那再来的话呢,就麻烦同学帮我来试试看哦。 请问你。 请问。 雪莉老师任教育什么学校? 太难了。 啊,不是啊。 宜萱,又是宜萱,太快了。 宜萱,帮我们来选一题。 你看,他马上帮你计分哦。 你都不用花数学来算,他会自动帮你设计好。 OK,Let's see. Can you tell what Michelin restaurant in Taiwan? 因为这一课叫做的是米其林餐厅,请问你随便帮我列出一家米其林餐厅。 5,4,3,2,1,0。 顶太风? Yes, your answer is the same as mine. 其实我一直也知道这个,因为我不是一个所谓的 gourmet. Yes,那宜萱刚才是第二组哦。 Let's see how many points you can get. Sorry,等一下。 这里的话,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好。 所以你看,本来是-300,现在变成100分了,也加回来了。 好,再一个哦。 One more person, and then we will end our game. OK。 So,请问你,我们的话有认真在推广社群,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教学研习。 那现在的话,我是代表今天是哪一家出版社的教科书,请你帮我写一下。 好,紫妮跟那个,跟那个,现在要讲的是出版社群。 文金,好,请回答。 紫妮,紫妮跟文金都能回答。 Choose one. 是吗?很好诗。 Reading the 400. 是很认真的,好,Reading 400,我跟你说我很认真说。 Why didn't he know,长边 and establish a strong relationship? 为什么他会知道长边这个地方,而且建立了一个强烈的关系? 不好意思,这个你们可能没有读。 这个是课文的一个阅读理解题,你们会吗? 好,那没有关系,我假设你答对了。 Yes, the answer is right. It is a military service there and taught the local mob's cooking.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请文金呢。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right. Yes. OK,就这样。 所以这题我不敢叫你们回答,因为你们没有看课文。 这个完全课本回答题哦。 OK, next one. 洪老师,帮我回答一下。 我自己来好了,我自己来好了。 有吗? 有老师要回答吗? 好,这里哦。 谁先开麦开,我先讲对就可以了。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principal of your school? 请说出你们学校的校长名称。 周韵竹校长。 谢谢周韵竹校长。 好,来。 我秒内打扎,这台六可以分哦。 好,这里我不知道是谁。 这里话怎么办呢? 你看我按错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就可以再按一次。 然后直接第六题。 Yes, you are right. 好了,我已经示范完了。 Don't you think the answer is very fun? I guess so. 因为我们学生就因为这样子就醒来了。 你可以再怎样? 这有30题, 你就可以在断考前把学生长错的题目 经过这样子的编排, 然后让他们来测试。 那这个怎么做呢? 很抱歉,我现在用飞快的速度跟大家说。 这个超简单, 只是要主题会非常麻烦。 我建议大家先把考卷出出来之后, 给它复制介绍。 你这里的话, 你看Flippity它是一个免费的网站, 有超级多。 所以我玩过这么多的活动, 我就不说了。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 因为别的网站没有办法取代它。 你就直接到instruction的地方, 点选这个template, 模板。 那模板就是一个试算表, 你就直接按建立部分。 我在10年前是自己用简报做超连结, 花了我三天三夜, 三天三更半夜。 那现在干嘛? 好,来, 这个地方你就是把它全部清空, 然后呢, 就是把题目哦, 就开始打上去了。 就是你最好是把小黄卷嘛, 直接复制贴上比较快, 就这样子慢慢打, 就这样而已哦。 所以我就这样慢慢打, 那答案就是oslo, 举个例子。 好, 那这做完的话怎么办? 来,很简单, 你就是把二组题, 那如果老师们你们题目只有三排, 不用担心, 我跟你说, 这里都不能删去哦, 就是这个蓝框框都不能删, 你可以保持空白就好了。 好, 那所以当我们有平板的时候, 你可以让他们回家自己再做一次, 那截图上传或录影, 那如果说上课, 你只要有一台老师的平板, 来请他们来按那个答案, 来回答, 走来走去, 请他们选那个题目按下去来回答, 这样就可以做到简单的生生用平板, 或者是平板数位融入教学的方法。 那这里的话呢, 当你做完题目的时候怎么办? 请你到这里哦, 请注意, 这里有一个共用, 你就让他发布到网站, 请你按发布, 发布, 我现在在示范哦, 好, 发布就好了哦, 那当你发布到网站之后, 请你点下面的分页, 有一个get a link here, 得到一个连结点过去, 就完成了, 所以你不用再烦恼所谓的link, 超连结 hyperlink都不用, 你只需要把后台的题目点上去就好了,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看, 我刚刚打的是不是就出现了, 其他就没有, 最多可以4到8组, 非常推荐大家, 超级好玩。 好, 那如果你想知道怎么玩的话, 在我们的inspiring的社群中都会有, 然后呢, 我看一下,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叫做manipulative, manipulative也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哦, 同样用试算表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就是很像educate play一样, 他一样可以做这个, 这是课本的句子哦, 等你把它打散之后, 有够痛苦的, I was so ashamed of, 这样子, 他们就要自己用这个来截图上传, 这样子, 就把完成这个截图上传,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下角, 不好意思, 2点51分, 而且还有9分钟, 真的太棒了, 好,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学生的学习逆程档案, 也就是我们把学生, 在经过这样子数位化的活动, 来做成的东西, 因为我是苦命节, 我都没有厂商送给我东西, 我都自己做, 所以他会自己分他的作业之后呢, 你看, 在单字的话, 我就一直变来变去, 有educate play, 还有christic dream kit, 还有磨度磨, 然后再来的话, 是还可以用autodraw来画图拆单字, 还有现在清大教授的lingo, 搭配词来自己来做所谓的那种, co-location的训练, 那这里的话探索, 不过大家来探索就可以插入照片, 那这里全部都学生自己写的哦, 那我怎么样改你知道吗, 我改了大概三天三夜, 就用mute, mute来旁边就是直接来录音, 告诉他哪里做的好做的不好, 这是我们的小老师, 所以他很厉害, 我们是英语科, 所以他们学党全部都要英文写, 然后库英语超级赞, 麻烦大家有空再去寻找一下资源, 这个都现成的, 然后再来的话, 是online exchange, 就是线上的一些简报啊, 然后这些东西, 所以你会说, 老师, 我们做不出来这么多, 没有关系, 各位老师, 三民都帮你做好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友, 你只要在下课前十分钟, remember what Shirley says, 重要的并不是你讲多少, 而是学生吸收了多少,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讲50分钟, 学生就会记得你说的everything, no, 你要留白, 让他们自己去思考, 去反复的练习, 我觉得这才是学习的争议, 也就是以所谓的自主学习, 他们去动头脑去创作, 那所以你看哦, 我们光是一测6课, 就已经有6种资源了, 你就让他们上课完10分钟, 下课还要再做一次截图, 这样就可以了, 你就会有非常丰富的学习历程档案, 然后这个我教育妹, 我说时候我还不太会, 所以我们就要靠我们的战友来分享, 我们就可以怎样, 快乐的数位融入教学, 是不是很棒, 所以我希望大家, 其实你选什么参考书, 测验券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最重要是大家要善用资源, 然后好好的把这些用在你的教学中, 其实这才是争议, 让他们能够爱上英文, 然后能够使用英文在他们的生活中, 然后你把平板给他们, 让他们小组来竞赛, 都可以啊, 那在以前我们没有哦, 都是用这一个, 好,那刚刚的话, 就是我们的Flippity, 分数有回答最多的好像是谁, 第一组的老师, 等一下留下来跟我说一下, 就是第一组分数最高嘛, 对不对, 在这里, 第一组, 900分的老师, 我们给他按个小花花, 小爱心掌声, 谢谢, 然后等一下你跟我说一下E-mail, 我要送给大家一个东西, 谢谢, 这里, 这里, 等我一下, 我没有自助性行销哦, 这是我花了2000块, 我买了20包, 以后来参加我的研习的, 我再送大家, 还买不到哦, 这个是南投人和国小的那个Aaron老师, 他叫他们学生画版画, 来恢复布农族文化, 那我们台中加上的肖思雲老师, 帮他们教他们旅行的能力,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觉得现在108课刚教他们能力, 那虽然我们要考统测, 我们还是可以稍微的10分钟他们玩, 我现在猜给大家看, 菜没了, 我舍不得我再给大家看, 全部都是大家版画, 所以说你有答对, 刚刚的老师寄信给我, 我会寄给你这个价值非常的, 没有很贵, 可是他很特别, 是小朋友化的版画, 做成的口罩, 非常棒, 所以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做爱心, 来支援一下,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卖光了, 对不起, 可以去, 那个, 的脸书再查一下, 有人知道帮我留, 对一下连结,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要送给这个, 有回答的老师这个口罩, 那如果有问题的老师, 很抱歉, 在今天补班日, 我们还是要开心哦, 然后希望大家, 虽然身体上有点累, 所以我们先身心自恃, 先保持安静, 安宁, 因为真的很忙, 没有关系, 每天一点点, start small, 就是什么, 小小的改变就好了, 不要太累, 这里, 给大家看, 好疗愈, 啊以后参加我的研习哦, 抽奖还会出现哦, 这样子, 好, 再来8月16号有红白大对抗, 欢迎来台中玩, 好, 那再来, 如果你想玩ChurchPT的话, 在未来下礼拜四的话, 萧雪云老师在晚上会教你如何下咒语, 请锁定我们的inspiring, 最重要的, 我今天也没有收太多钱, 不好意思, 我是真的觉得出版社太用心了, 我真的很开心, 所以欢迎大家, 赶快跟业务索取一下, 三名哦, 包山包海, 甚至连表单测页线上都有了, 教学云什么都有, 多亿职场英文都有, 请自己利用它, 完全不用带课本, 你走进去就可以开始上课了, 超赞的, 另外一家应该也很棒, 是不是, 我不太知道, 有眼光, 胡老师赶快来参加我的研习, 就可以送到了哦, 我们每周都会办, 下礼拜二有军旗老师也会帮我们分享, 议题融入教学, 这里, 小朋友做的根本是艺术家, 每一道都不敢带, 太舍不得了, 送给大家, 好, 那那个麻烦各位老师, 如果说你有课的话, 就可以快乐的离开, 然后呢, 如果你想看回放都可以回放, 最重要的是, 所有的教学影片, 我都放在了我们的这个网站中, 就请大家自己来回放,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样, 开心的用在教学中, 我再也不用晚上留下来, 逼他们练口说, 因为我都把学习的责任丢给他, 你要回去交作业才行, 你没有交就是零分, 我可以给你看我的试算表, 然后就很开心, 就不用跟他好, 然后他们也觉得这个TASK很有趣, 不会太难, 所以他们还蛮愿意做的, 影片在哪个网站? 你说哪一个? 影片在哪个网站? 就这里啊, 小编快点快点, 我再输入一次哦, 就是因为我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在记啊, 我就是记那个三明教学云, 所以你只要跟任何三明业务, 就让你这里赶紧说, 来这里三明东大的这个地方, 你只要用身份登录, 教师要开通哦, 这个可能需要三明业务, 然后这里就包山包海的资源, 今天有来的, 都麻烦小编帮忙他开通一下, 虽然是补教老师的话, 也是需要的, 这里数位特派车超级站, 有财疑轩老师, 简报高手, 还有, 中工 trainer, 庄静轩老师, 陈家妙老师, 工商我的好战友, Rebecca老师, 还有花莲高工, 邱如心老师, 还有洪轩老师等人, 我们真的是自己帮你们写出来的, 就是觉得想让大家开心而已, 那如果说你还想知道的话, 我有一个非常不认真经营的脸书, YouTube, 也一样都有上传, 没有获利, 我们希望能够跟中路老师一样, 肉鱼分享影响更多的人, 好的名字, 好像不太红,不好意思, 所以好像没什么订阅, 没有要赚钱哦, 这里, 这里, 其实我顺便的, 我顺便就上传了, 就在这里, 如果你没办法进入东大的话, 你可以就是看这里就知道了, 可以吗? 我广告一下, 我这没有赚钱的, 你们多少人订阅我都没差, 耶, 大家赶快啦, 三名赶快订起来, 用起来就对了, 而且你知道吗, Google简报竟然还可以做排列组合耶, 然后庄静轩老师在做单子教学, 是不是这样很无聊的讲单子, 不是, 他请同学去校园中拍照片, 自己照剧, 超级有趣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放下那个很爱讲课的心, 我们轻松一点, 留一点时间让学生实作, 我跟同学说, 效果其实不会太糟哦, 三名小编帮我回答一下, 我想老师应该也可以吧, 三名东大的图书网站, 今天有一些回放, 这一个就是学习平台呢, 只限于就是服务啊, 高中跟技高的英文老师, 但是我们其实不用透过这个网站呢, 就刚刚我们有发一些连结, 就是这个首页呢, 其实也是可以直接用的, 对,就是直接点Google site, 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哦,可以直接点Google site, 那太好了,就这个啊, 你就不需要是三名老师, 只要这个网站就好,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他现在才刚弄好的这样子, 那太好了, 我跟老师说, 其实我们都是自己看钟如老师, 还有Dance with Star, 跟Inspiring社团神人分享自己做的, 所以你现在的话有可以现成的用, 那最重要是看老师分享, 自己赶快做就好了, 都不难哦, 谢谢, 主要是因为那个学习平台啊, 他还有就是, 关乎到可能提库啊, 一些资源, 对,所以我们才会需要做这样的登录, 不过呢,也可以就是参考老师刚刚, 老师目前的这个连结, 其实他是可以直接点进去的, 就这个, 对对对, 连普高都有耶, 太夸张了,你看, 你看巨星大富翁, 这不是我设计的, 勒体也我还不会呢, 所以我们只要躺着来用就好了啊, 你不觉得人生多美丽, 人家都设计好, Flipgrid, Storyjumper, 是英文绘本网站超级赞哦, 所以, 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翻转台湾的教学, 就是只需要你去用就好了, 可以看到我们早前是有发布那个手艺的连结, 那老师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都可以点进去做参考, 对, 不认是普高还是技高都有做好的课试, 你可以直接做使用, 好, 那大家记得如果喜欢的话, 帮我分享在你的脸书, 因为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并不是说一定要卖什么书, 或者赚什么钱,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让多解救你身边的朋友, 让他教书开心一点, 这不是功德无量吗? 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把这好汤传给大家, 好,那老师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您今天精彩的讲解, 初会工具的运用呢, 只要熟悉上手之后, 相信附近能够让学生们更专注学习, 也能够大大方便老师们的教学效率, 那最后再提醒一下老师们, 帮我们填写一下在留言区中的回馈表单, 让我们未来在教堂上, 还是有机会举办研席时能够更进步, 感谢各位老师今天的参与, 本次延期就到此结束咯, 谢谢大家! 如果老师还有问题要问我的话, 都可以留下来问我这样子,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再见咯, 记得让自己休息一下, 然后吃饱睡好, 身心暗示之后, 我们再来学习。 不好意思, 我真的还剪这样子, 可以先不用录音了。 谢谢妮可老师, 谢谢美玲老师, 谢谢彭老师, 谢谢Alison, 谢谢靳莱老师, 有些人我们欢迎加入Inspiring Search 我们下期见到我们下期见到我们下期见。